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當初出了一個接拍比較強勁的歌的時候 大家就不知道哪裡聽回來的消息 就說是跳舞歌、跳唱歌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沒有說過是跳唱歌 但其實我也沒有說過不是跳唱歌 所以現在出了MV 大家就知道是一首跳唱歌 今天跳了六個小時沒有停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導演Max也很好 他第一時間聽到我的第一首跳舞歌 就想安排很多跳舞給我去表現自己 然後除了有group dance 還有solo也有一些鏡頭要跳舞 多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很累的 但是都OK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出到來好看 大家喜歡看就OK 我想可能會比較肯定了之後 短期內都未必會再出跳舞歌 就是相同的曲風 我覺得是很大機會會再出的 那是不是跳舞就到時才看情況 看看這次出了MV的反應 就是大家喜歡看的話 那就很高值得了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很喜歡看 再決定之後是不是跳舞 當然我不會抹殺任何的可能性 這次完全放心把整個拍攝交給導演 我覺得燈光是很漂亮的 而且因為燈光串連了整個音樂影片 燈光就會將那個Layer 將那個畫面是越來越推高的 就是靠燈光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燈光 在這個MV裡面是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真的像上了舞台 即是做Live Performance的那種燈光效果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今天我們的MV都有做過3D scanning 即是會是做一個 Editting上的Transaction 即是可能我們 我們Grip Dance 跳到某一個步驟 我們就停下來 就freeze了 就會有一個3D的畫面 有些Facial effect出來 可能再去到下一段 同樣的Melody的時候 又會回到那個畫面 然後繼續跳 所以我其實很期待 國際成品 導演他們之後 所做的Editting 和Facial effect 因為我們在這裡 聊的時候 他也有略略地 brief過大概那個flow 那個story是怎樣發生的 那時候聽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很棒 很期待 其實我本身 就面青口上白 是我的天生 即是我皮膚比較白 我嘴又沒什麼吃 但我體能是OK的 即是以前打球 經過長年累月的 所以體能的應付是OK的 但大家就很擔心我 很感謝大家關心 即是我覺得 朱古力還是糖 很好